台湾驻美国代表处1月1日在华盛顿管处所在地双向园举办了一场升旗典礼 驻美代表沈旅巡同时颁赠勋章给四位派驻华府的国军军官 其他军官也一律穿着正式军服参加 典礼消息曝光后 台湾政府第一时间将它诠释为这是对美国的关系在过去36年以来的重大突破 然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菩萨基接受访问时升高了美国对此事的批评 他说这场升旗典礼违反了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 关于台美之间非官方关系下行事规范的谅解 他同时也用失望表达美国政府的立场 此外台湾一家媒体也引述了一位美国官员的评论 这位不具名的官员提出了七点声明 当中强调这项行动把象征意义置于实质内容之前 造成了关系发展的倒退 也提到美国希望马英九总统确保这类的事情不再发生 一手筹办这场升旗典礼的台湾驻美代表沈旅荀 周三应邀到立法院外交委员会报告 面对升旗事件不断升高 他受访时强调 美国有些官员说有什么七点什么 这个如果是真的话 是让我觉得很惊奇 但是不管它是真是假 我沟通的对象是美国的政策官员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这事情过去了 我们知道美方有些官员也许觉得这件事情有点特别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去沟通好不好 但是美国没有一个人说指责我们 我们不是小学生 不是让人家指责好不好 面对立法委员的质询 沈旅荀再三指出 双向元是中华民国的资产 在双向元里升旗 等于在自己的家里 国民党立法委员林玉芳质询时 也呼应这个说法 他拿出美国驻台湾机构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代表处的照片 其中亲属显示美国在台协会 台北代表处也升起了美国国旗 沈旅荀说 未来的升旗典礼不会停止 那我现在准备讲 有些特殊场合我们是不是升国旗 你比如说怕中共抗疫 明年七七抗战 今年我是不是升国旗 今年七七抗战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9月3号 日本签强书那天是不是我们升国旗 南京大屠杀那天 我不但要升国旗 我还要降半旗 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的同胞 中共要抗疫吗 民进党立法委员蔡黄郎咨询时说 她肯定驻美代表处 在双向元举行升旗典礼 但担心台湾会不会受到 美国未来的报复 包括降低双方官方交流的层级 或者影响台湾与美国的 经贸协议的谈判 沈旅荀回答 就她和美国高层政策官员沟通所知 此事没有影响 她引述普萨基稍早的说法 台美关系与互信没有改变 同时列席被寻的外交部次长高振群说 升旗典礼是单一事件 或许造成美方一些困扰 外交部感到遗憾 但事后也立即与美方沟通 美方已经表达了谅解 并且希望未来重大事件 可以提前通知 不要再有意外 自由亚洲电台李同 台北报道